你知道澳洲曾是史上最排华的政府之一吗? 你是否了解过当年专门针对华裔的百澳政策呢? 澳大利亚现在还排华吗? 200多年前的华人是如何抵达澳大利亚的呢? 这些年华人对澳洲的经济贡献又是多少呢? 而如今他们的生活是否真的那么令人羡慕? 给我10分钟的时间让你一次了解! 哈喽大家好欢迎来到红绿层门我是Chloe 作为一个专注于华人历史文化的博主 我每到一个国家都会去了解和观察当地华人的生活面貌 我没想到墨尔本居然也有华人历史博物馆 而我查了资料 它竟然是全澳洲唯一一个讲述华人历史的博物馆 这座博物馆就落于墨尔本的唐人街中心 在1985年的时候博物馆就已经对外开放了 是由政府机构、公司还有私人家庭等等所捐赠的一个博物馆 所以今天就带你们和我一起进去看看深入的探讨澳华人的历史吧! 在评论之前如果你不订阅我的话赶紧的话 3秒钟的时间按键的电按钮以及小铃铛 123 目前全澳洲的人口大概有2550万 而华人人口竟然已经高达140万 是第五大的足疑 华人在澳洲已经有200多年的历史了 尤其是近几十年 华人人口数量持续增加 而华人的出生地也非常的多元 我们接下来要看一看的是 他们究竟如何在排斥和启示中夹缝求生 当年为什么会有这么多华人来到澳大利亚呢? 因为淘金日 在十九世界的时候很多华人老公 他们选择来到澳大利亚 因为这里有大量的金矿 尤其是有新金山之称的墨尔本 而当时候呢 因为华人的文化还有语言的关系很不通嘛 所以他们也只能做老利活 比如说淘金 而这个就是当年淘金的用具 但是呢也有不少的华人可能是菜农 还有一部分小有积蓄的华人 他们移民之后会开旅馆 开餐馆 裁缝店 砸货店等等 还有一些当店主哦 而在淘金日之后呢 有不少的华人他们开始转行做家具 但是呢在后来因为种族歧视的阵子 华人又再次被迫做洗衣店 说真的华人从来都不缺从头开始的勇气 而到了19世纪 澳洲华人更是成功种植香蕉 在100多年以后啊 华人的公司几乎垄断了所有的香蕉 催俗业以及买卖方面的生意 在19世纪的时候呢 秦政府会对一些旅居澳大利亚的华人呢 赐予他们一些关心 而当中就包括刘光明还有梅光达 他们的地位非常的显赫 而且他们有草福 在整个博物馆的最底层 居然有一个时光隧道 让我们回去看看当年的华人 他们的生活面貌是怎么样的 我被吓到耶 你看还有声音 这是当年涛金泽买彩票的地方哦 他们还有乐剧的场景 当年涛金泽啊 他们其实没有什么娱乐 所以他们其中一个最大的娱乐就是看乐剧 其实这里的整个隧道呢 它长得都很像当年涛金者在工作的一个环境 所以你会看到有很多类似山洞啊 然后有很多套金的器具啊 还有篮子水井等等 很有趣耶 这里呢是展示了当年澳洲的华人啊 他们所经营的中式祖石滩 就是很简陋 但是呢 却也因为这个小滩他们足以养活自己 全家老小 真的很有年代感耶 这里呢 这里呢是记载着一位当时的套金者 王国伦的一个故事 这里是模仿了当时华工远渡从洋 来到澳洲的小船 当时他们坐船来到这里的时候呢 其实是九死一生的 因为他们的环境很糟糕 然后他们的粮食三食也很不好 最后真正能够下船到达澳大利亚工作的人 其实只剩下一部分而已 我居然有点晕船 我们快走吧 但是即使当时候的华人先辈 已经很努力的在澳洲落地生根了 即使他们已经融入了当地的生活 但是他们仍然每一天都在经历各种 大大小小的排华排挤事件 这是专门针对华人移民的方案 一开始我就说到澳洲城市 世界上最排华的政府之一 澳洲政府曾在1901年开始 就执行长达72年的 歧视华人的百澳政策 到底为什么会有这一项政策的裁定呢 故事要回到1850年代 当时候因为有一大批 刻苦耐劳的中国人 从掏金日而吸引来到澳大利亚 那当时候就有很多澳大利亚人 开始抱怨 埋怨便宜劳工中国人的到来 他们认为华人影响了当地薪资下降 而同时呢他们还迁怒华人所带来的华人文化 于是截二连三的发生了很多排华暴乱的事件 诶难道政府不管吗 当时的澳洲才刚刚建立起 以白人为主的自治政府 所以他们也是保持着对排华的态度 并且还陆续定制出一系列限制中国人移民的法案 当时的澳大利亚人居然还相信种族的存进 有助于保持经济和社会的稳定 所以他们完全不能接受有别的民族 渗入他们的地盘 一直到1888年 所有澳大利亚移民地更是不再接受中国移民 而到了1901年 澳洲政府更是开始实行第一项立法措施 通过移民限制法 在移民问题上去做出一系列的限制 清除非法移民 其中就以听力测试来排除有色移民 移民官会选择阅读一段英文文章段落 而移民申请者就必须进行停写 完全不能出错哦 对于有色人种 移民官还会特地选择法律条款 或者是充满专业语速的段落 来调难移民者 确保有色移民无法申请通过 那如果那么幸运通过了呢 你却还会再被安排一场测试 直到你失败为止 在这十几年间 据说当时后有将近一万多的有色人种 被驱逐出境 而末本的唐人街 从原本的四个街区 缩短成了一个街区 很难过的是 许多亚洲家庭和其他的人种 因此而流离失所 被迫家庭分隔两地 一直到1950年 因为科伦波计划 澳洲才终于开放 让许多亚洲国家的学生 可以到澳大利亚来念大学 而歧视非白亿种族的态度 也在慢慢的瓦解 也在费17年之后 终于凡是居住在澳大利亚 15年以上的非白亿人口 终于有资格取得公民权 后来的移民法呢 也改用更简单的入境考核 来取代高难度的听力测试 再后来凡是条件合适 非让我们能够马上融入澳大利亚文化 并且会对澳国发展 有经济注意的一些申请人士呢 都可以马上被许可澳大利亚的公民权 终于在1973年 移民法被修改了 确保所有移民者 无论出生 都有权能够在居住三年之后取得公民权 而白澳政策才算正式废除 自从废除白澳政策之后 华人群体在澳大利亚社会发展中 占据越来越重要的角色 不仅是商业还有学术领域 华人在政治领域也是越来越有分量了 华裔知识分子在医学、经济学等尖端的学科当中 也为澳洲做出了非常卓越的贡献 从2000年代开始 以黄英贤、苏正希为代表的华人政治人物 开始出现在人们的视野当中 黄英贤曾是澳大利亚参议院的参议员 他是澳洲政治史上第一位亚裔女性参议员 以及第一位亚裔财政部长 而苏正希是默尔本市的第一位华裔市长 在任期间施贞卓越 获得默成四名的广泛认可 并且在2006年被评为世界最佳市长 就算曾经历经惨痛的排华历史 但中华文化在澳洲并没有完全被磨灭 如今中华文化在澳洲更是被发扬光大 你知道吗 全世界最大的游行龙竟然就在这个博物馆里 馆里总共有三只龙 都是每年春节或者大型节日庆祝活动中才会拿出来舞的 好可爱哦 你知道这条龙有名字吗 叫千禧龙 这是世界上最常的游行龙 只是他的头部就要八个人来抬起来才可以 每一年澳洲墨尔本的华人都会带着他去游街 你能想象吗 这条龙有六十四米长 大概就是四十三个我 看 原来他们在游龙之前有一个换龙仪式 这个就是他的那个神台 然后他们每一年都要先用一些仪式来唤醒千禧龙才可以开始游行 相信以此会为华人带来好运 中国龙其实有很多种形象 你有没有发现澳洲华人好像特别喜欢龙 就我感觉比马来西亚还更喜欢龙一些 因为到处都有很多龙的图案 看 这是大龙 就是千禧龙的上一任游行龙 其实这是第二条 第一条他们称之为野野龙 但是呢我好像没有在这里看到 感觉他们的游行很丰富很有趣 超多不同的动物 还有乌龟 有山羊 有鲸鱼 有螃蟹 还有dolphin 感觉他们的游行一定是非常盛大 而且壮观 好想要亲自体验一下 我找到野野龙了 快来快来 这可是墨俄本第一条游行龙哦 一直以来我们的历史呢 都是记载着华人移民 刻苦耐劳 但是我觉得现代的华人啊 更符合一个词叫精明能干 在澳洲呢也有好多优秀的华人作者 华人的创作家 甚至是华人富豪等等 比如说这一整幅的名人堂 这当中就有华人的法官 还有华人的作家企业家 首位华裔将军 甚至还有议员服装设计师 还有大学校长名厨 成功的商人电影人 还有医学先锋等等 我们在富豪榜都会看到不少的华人影子 那澳洲又有哪一些华人富豪代表呢 首先有澳洲富豪榜排名17名的 周泽荣 还有另一位排名第34名的 许荣茂 好了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结束了 如果大家想要更深入的了解澳洲华人历史的话呢 建议阅读这本书籍里面记录了200多年前澳洲大陆上的所有华人故事 包括他们的生活啊工作啊 与外国人相处 婚姻社会地位等等各个方面的记载 有兴趣的朋友呢去看看吧 当然我非常建议大家如果有机会来到墨尔本 一定要来逛一逛这一座华人历史博物馆 我刚刚经历了他们那个时光隧道真的很棒 真的有让我感觉森林奇境的一种feel 所以呢如果大家有机会的话一定要来哦 那如果我的观众朋友里面有一些澳洲华人朋友的话呢 就在底下留言告诉我到底墨尔本还有哪一些餐馆 或者哪一些游玩地区是值得我去探索的呢 留言告诉我吧 我们下期再见咯 拜拜 如果你喜欢我的影片记得按赞留言分享 还有别忘记按钓按钮以及小铃铛哦 宏不利频道一起和你从松佛中学习 拜拜 我们下期再见咯 我们下期再见咯